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你们看一下在什么 这不知道是在睡觉 还是在干嘛 你看他眼睛张这样 阿弟弟啊 你怎么睡这样 这什么姿势 你要这样看妈妈 阿弟弟 每天都搞怪了 日子调皮 现在睡饱了 然后大半夜就是 开始在那边调皮 阿弟弟 你怎么这样睡觉 看我叫他他也不理我 你现在好可爱 硬要塞在这里 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好 大家都要抢这个位置 妈咪真奇怪 真可爱爱迪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妈咪 爱多肉的梁 开热肉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金枝玉叶 这二十多年了 哈哈 我已经修的差不多快修好 但目前这样子还需要再微调 很大颗 我已经把这个昨天这个拿铁玫瑰换好了 这两个小小朵的都用在这一大盆 这是原来长得好好的那一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双花 我的双花我也换好了 现在给它换一个比较大的盆 期待它可以好好的成长哦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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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糖蕴锦 你看看这就是我剩下的糖蕴锦 都只是一下这个baby苗了 本来我的糖蕴锦是三大盆超大的盆 那因为要剁下嘛 然后我就把它分成小盆 分了本来大概分了有十几盆吧 结果分的时候都很大很大 然后就一直刮掉一直刮掉 现在目前是存活的就剩下这些了 剩下这些鼻视妙王 然后这一棵最大的 我很想把它砍头 因为它这个之前就涂长 然后长成这副德性 你看这个叶片还拉长 拉成这种汤匙状 因为它本来是这种比较圆的这种 然后后来就下雨天就涂长 然后青绿色整个跟糖蕴一样 可是后来呢它最近有晒太阳 所以恢复一点点它应该有的出颈的样子 但是你看这长啊长啊你看这个长长长 就是这个间距离变得很长 就是因为没有晒太阳涂长 那没有晒太阳 不是我不给它晒太阳 你看这个有晒太阳就变强 是因为天气都是阴天 有时候真的是真的无法控制 然后本来都是比这个还大颗 每一盆 然后后来就是长着长着 本来都好好的 然后就从金杆这边就开始 就是被虫柱啊 就是反正就是有问题 然后那个金杆就一个洞一个洞 后来就整个断了 然后断了就把它剪下来 一直剪一直剪 剪下来扦插你看 这就是拯救好的这个鼻屎苗 你看超小的啦 你看本来最少都有这么大颗 结果你看现在鼻屎苗超小的 好烦好讨厌啊 不知道为什么连这个糖硬 糖硬紧都这样 我的糖硬还直接挂掉 然后这个是我昨天剪的 这是另外两盆 它本来也是很长 就是长得很长 然后就金杆有问题 我就把它剪掉 这个等一下就找个盆 把它种起来 你看拯救到这个业心 本来也都是这样很大很大 然后有问题有问题 然后就不长了 不知道为什么 糖硬跟糖硬紧都这样 我以往养的糖硬紧都不会这样 你一定不相信 这个是他们第三年度下 之前我也是从这样一颗小颗鼻屎苗开始养 然后养大 然后把它砍头扦插 一直扦扦一直扦扦 发展成三大盆好大好漂亮 颜色也变得挺有色彩的 但是今年真的是都没掉啊 这是仅存的 剩下的糖硬 仅 不过也还好还有剩这些 不然真的是像糖硬就直接 直接整盆垮掉 糖硬也是一样长得挺好的 就是一颗啊 然后旁边有很多小特亚 我是没有剪了 但没有剪现在后悔了 因为没有剪 你一挂它整个 就不知道 我突然发现奇怪 我还糖硬没掉啊 它就整个就趴掉了 唉真是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再给你们看它的变异 像这个狐狸火狐狸 这个也是糖硬的变异啊 这你们应该也知道 原来很大很大很壮观 但是这是剩下 剩下残存的 目前还没有看到它开始成长 那我也不敢给它浇大水啊 因为它真的会烂啊 而且它是真的会一块一块枝解哦 为什么它的筋感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都从筋感化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糖硬这一系列的多肉 都会从筋感被咬呢 可以再评论去指教一下吗 谢谢哦 哈喽 我们今天这个糖硬锦 就分享到这里了 期待大家指教讨论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